K线原来如此 带你领先消息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象和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台湾股市又往下做下跌 一度跌的还蛮深的 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不用紧张 台湾股市在这个地方 出现震荡整理 非常非常的合理 那我今天一样还是会带大家继续来看 目前整个这个盘市的走势 还有我们今天还会持续来看鸿海 还要看航运股 今天扬名一度往下跌 但是后来呢又往上推升 对不对 星星跌了2点多%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都不算是真的下跌 今天一样请先帮我订阅我们的频道 推现原来如此 那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教学内容 节目上面会推出每一档个股的报告 有时候会偶尔会给大家这些优惠 那一样先来看鸿海的部分 有宴请供应商 鸿海也有出席 那鸿海的这个董事长讲说什么 刘洋伟讲说会来加深合作 那老师会来跟你再详细的解释 好那我告诉大家 季辛格还讲说什么 台湾现在 很多AI很多创新正在发生 这里有庞大的生态系统 那英特有当时跟我们的合作案 就是非常的紧密 基本上Intel想要卖出他的CPU必须要怎么样 跟我们所有台湾这些PC的厂商做合作 不然他Intel的CPU是卖不出去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台湾在你PC产业 还有未来的AI产业 发展会持续看好 那所有的业绩会持续做成长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一样先带大家看口诀 我们原K线的口诀 第一个是周线看大事 日线看幅度 再来是小时早撑压 最后是客分进出点 给你记住 四个口诀对你未来老头会持续有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鸿海大事是什么 鸿海大事是从盘整式开始往上涨 你会问老师 现在这上涨是不是要走完了 还没有要走完 目前来讲大家看到日线图的部分 高档有没有大单出货 目前你会发现都没有这个状况出现喔 在这个上个礼拜曾经到186块对不对 上个礼拜的时候就已经画两条线给大家看了 就告诉大家 这边会开始出现波动盘整整理 那目前还在这个区间之内 假设他今天要往下跌 跌到5月21号最低点165.5块 假设他如果他真的跌破了那再来考虑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买错了 但是目前都没有这种迹象 所以我告诉大家你现在还不用太担心 现在回档都是还能买进的机会 日线图上的黑K 已经连续5天都是黑K了 但是跌幅都没有持续的放大 反而是都在这个区间内 目前已经快要跌不下来了 很快会出现继续的往上做一个反攻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做期待 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这也是送分题之一 再来我们看另外一档股票是什么 航运股有一个新闻讲说什么 台华投控 讲说一个月之内又加码 长荣1550张 我认为这张数并不是很多 不过还是可以当做参考 好那 最新的这个上海出口集装箱 运价指数 这个SCFI 四大远航 全部啊所有的航线都在涨 已经连续8涨了 涨幅高达多少 12.63 那我告诉大家 你会发现运价一直在涨 那对整体航运业有没有帮助 当然是有帮助嘛 那台华其实这个也是 我认为他也是在短线操作 他4月29号到5月24号的时候 卖了长荣1435张 那均价在206块多 5月8号到6月3号他又买了1550张 那是买在202块左右 那其实这价差也没有很大 差了4块钱而已 但是他目前总计累积已经有3100张 那我告诉大家其实 台华敢进去买 其实他还是看好的 那整体航运业的题材 东的这个码头还在持续在罢工当中 中国的出口 为了要 规避这美国的关税 一样 开始出口量可能会先出口到南美之后再洗个产地之类的 然后地缘政治 这以色列跟哈马斯 还没有结束嘛 所以地缘政治风险还在 都会造成运价大涨最后是货柜 不够用 所以大家还在抢货柜 那我告诉大家整个运价 航运业的这个走势 还会持续上涨 你不要以为就涨完了 前几天开始 这游戏阳鸣有一天突然跌的特别重 对不对 你可能很担心 但看大师 单整市才刚刚走完 准备要进入到上涨市 目前为什么涨不动 最主要就是因为你看周K线就知道 非常清楚 2021年 2022年有没有压力 上方已经大家画出来了 上面是有压力的 所以不用太紧张 现在涨上来 会有解套卖压 所以有些人想要卖 非常的正常 21年22年 靠了两年了 他好不容易涨回来 对不对 所以会有解套卖压 这个很合情合理 但是我告诉大家 现在才刚刚开始要涨 如果我们一把股票卖掉 基本上 算是一个阿呆的行为 才刚刚盘整式盘整完 要进入上涨市 再来是日线的部分 我告诉大家目前往上涨 涨上来尤其上个礼拜 5月31号大跌 成交19915张 但是他是往上买的 而且周五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在那个时候节目有告诉大家 很快会开始止跌 那大家看一下 礼拜一礼拜二 连续两天是红K 而且都有出现长的下影线 非常非常明显 要往下跌有些人想要把它往下卖根本就卖不动 所以航运这个尤其阳明的部分也是送分题 往下回档是不是给你机会做一个买进 这非常非常明确了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星星的部分也是一样 星星今天也是往下跌 运价也是持续在上涨当中 前四个月的营收有15.23亿元 年增是11.34% 那我告诉大家 整体营收来看好 那看大事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盘整是刚刚开始结束 进入到上涨趋势 上涨有没有压力 有压力 大家看周线的部分也是非常清楚 对不对 所以有人涨上来之后想要卖 都非常合理 但是现在重点是什么 他接下来很什么时候要止跌 很快会止跌各位朋友 现在回下来 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 从这个上个礼拜开始往上涨的时候 涨了差不多三天对不对 现在已经连续在上面 耗了五天的时间也没有往下跌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我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认为明后天很快就有可能会出现反弹 大家持续来做期待 这个礼拜是很有机会出现反弹的 所以 现在回档回下来 都是买新的机会 千万不要浪费 好不好 很多朋友跌了2% 就来问我 跌了2% 跌了3% 都不到 就来问老师说 老师现在这个要下跌怎么办 我告诉你不用担心 好不好 好那 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 昨天已经有什么 制造业PM 已经公布了 那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明天晚上有什么 有服务业PM还有非农就业人数的变化 好这两个数据也是非常重要 明天的这个波动可能也会加剧 再来是礼拜五的非农数据 非农就业人口数据好这是这个每个月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大家会持续来看 我们持续来做追踪好不好 再跟大家讲加全指数的部分 上个月4月份跌下来的时候 是7000多亿的成交额 5月31号呢 是多少 6000多亿的成交额 往下跌但是出现大量 各位朋友 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证据 所以目前跌下来的时候大家要记住 往下跌出现大量是不合理的 所以目前整个这个走势 多投市还在下面持续的承接当中 所以 还有机会能持续往上做一个上工 大家把握机会好不好 虽然说这几天 盘市看起来不太好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后面还有机会 台湾股市 整理之后呢 往上做上工的 最后跟大家讲公司最近有 有要我们推出一个方案 这是端午节 一个短期的方案 三个月是28800块 好那我告诉大家是 让大家能够试试看说能不能够跟着我们操作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公司特别推出一个短期的 这个方案是28800块 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方案 只是让你来参加 让我们短期 让你试验一下说我们 操作到底是怎么样子 那我告诉大家 有些可能有可能持续看我们这个股票 都持续在验证当中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股票 事实上 都是买在盘整区 所以未来上涨都有非常大的波段 可以尝试试试看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做操作 好不好 那就明天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